台灣民眾黨團要不要針對27號這個請表達意見好嗎 這個不在今天協商的範圍當中 那特別跟吳士堯幹事長報告一下 國民黨團跟台灣民眾黨已經表達意見 27號這個他們不在討論範圍 那23號在討論範圍嗎 23號也不在協商範圍內 不協商就是大家討論 沒有這個會期有三個預算案要尋答 一個是總預算一個是台電追加減一個是前瞻 完全尊重無私要幹事長發言 那洪委員如果是意見一致的話沒關係 我完全尊重無私要幹事長的發言 請洪委員請 剛剛如果大家是要說不在今天討論範圍 那23號為什麼在今天討論 這個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範圍內 如果要用說不在今天主題範圍內 就不要討論的話 那23號也不在啊 那是不是也不該列 我們就求一個邏輯的一致性嘛 民黨團剛剛我們所有的發言 就是求一個邏輯的一致性 好 洪委員完全尊重您的發言 就是邏輯要一致 那很抱歉各位黨團幹部今天我們 等一下院長我有臨時動議喔 好 我先念一下我們今天朝野協商的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 呃我們協商就不成功了 那明天 各黨團我們明天準備開談話會 那我們現在就上 那個院長等一下那個協商結論 先讓我講完臨時動議好不好 我們協商結論也可能可以再處理 我們有臨時動議要提好嗎 院長我從一開始就說有臨時動議要提 就是請 請 有有有 已經發到各黨的手上喔 大家也不要逃避也不要視而不見好嗎 喔我們希望能夠針對朝野黨團共同擬具一個 針對聯合國2758決議 在立法院朝野各黨的聯合聲明 請 我們韓院長也不理會不處理 然後 藍白的兩個黨邊 資料都已經發到桌上了 但是都視而不見 欸院長沒有這樣啊 我們的臨時動議還沒有處理就宣告散會耶 這麼害怕聯合國2758號決議 用聯合聲明的方式來處理嗎 那我們要非常清楚的跟所有的國人報告 好民進黨團有正式提出一份 立法院朝野黨團的共同聲明 我們希望重申我們共同的國會的立場促成朝野 一起來推動 也就是堅決反對中國扭曲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 阻撓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等國際組織 以及剝奪台灣2300萬人參與國際社會之權益 第二點我們認為台灣的國會要有立場 中國應立即停止對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 及所屬一中原則掛鉤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現狀 印太地區之安全繁榮 即以規則為基礎之國際秩序 第三點希望有一個聯合聲明是 呼籲聯合國須積極落實聯合國憲章接諸之普遍性原則 以及不遺漏任何人 Leave no one behind 之承諾 儘速接納台灣之完整參與 非常遺漢喔 這樣一個為台灣的國際地位 參與國際組織 我們希望立法院有個朝野的共同聯合聲明 那韓國瑜院長 那無視於我們在合理的議程 要求以臨時動議來跟各黨對話 連被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而民進黨團也不一定能夠達到 三黨都同意來做這個聯合聲明 但是不能夠在朝野協商中 我們的議程上的賦予的權力 我們臨時動議也被沒收 被沒收了這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台灣的立法院這麼